从第四个问题开始难了 四和六难 五不难 四和六难 四 租赁负债重新计量 首先这个重新计量 什么情况下需要重新计量 租赁期开始之后 发生下列四种情况的时候 乘主应当按照变动后的 租赁付款额的限制 重新计算 租赁负债 并相应调整使用权资产账面价值 那么通常来讲一般都调增 后面利器所有都调增 那么调增借使用权资产 代计租赁负债 一般都调增 但要调减也可以 如果你要调减 调减到零了 调减到零了 不够调怎么办 那么只能寄有损益了 好 这个重新计量 这个重新讲下面四种情况 这四种情况 我先提一个问题 不是我们所讲的合同变更 不是我重新签合同了 不是重新签合同 是原合同中就这么规定的 原合同中就这么规定的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种情况 实质固定付款额发生变动了 括号 我明确告诉你 折现率不变 所以这块一定给我背 什么情况下折现率变 什么情况下折现率不变 折现率如果不变的话 仍然用初始确实 那个实际利率 那个实际利率就是增量借款利率 或者是内含利率 记得看 那么如果租赁付款额 最初是可变的 那么在租赁期开始之后 某个时点 那么变成固定的了 实质的付款额了 那么潜在的可变性消除了吧 消除的时候 那么该付款额成为实质性的固定付款额了 那么这时候就必须要纳入了 必须纳入租赁负债 初始计量金额中 那么此时就要给我折现去了 原来折不了线 那么现在可以折现了 所以成素人应当按照 变动后的租赁付款额限制 重新计量租赁负债 在该情形下 成素人采用的折现率是不变的 仍然采用租赁期开始的折现率 那么这折现率首选内含利率 如果内含利率不知道的话 那么用的什么来着 增量借款利率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例题 这个例题和我去年讲的例题不一样了 我这个题又加难了 又加难了 又加难了 咱看21年初假公司成素人 签订了一份五年期的设备租赁合同 租金每年年末支付 改年末了 不是年初了 年末支付 并按照以下方式确定 第一年租金不知道 第一年租金是可变的 不知道是可变的 那么根据该设备 在第一年下半年的实际产能确定 好一共五年 那么第二年到第五年 后四年 每年租金根据该设备在第一年下半年的实际产能 来确定 也就是说租金在第一年第一年开始的时候 不知道啊 是可变到第一年末 转变为固定的实质性的付款额了 具体就是这样 那么第二年租金 与第一年租金相等 这问题吧 从第三年开始 每年的租金在上年的计算 按照稳定的 5% 按照稳定的5%增长率 计算得出 稳定的增长率 5%增长率 好 那么租赁到期后 假公司有权按照当时市价续租 这是第一 选择权啊 选不选啊 或者以十万的价格 十万的价格来买 行权价格 十万啊 行权价格 去买的设备也可以 那么这时候资料中一定会告诉 假公司管理层在租赁期开始 你到底要选择哪个 必须要明确啊 那么该公司在租赁期到期认为 我会按优惠价格十万 去购买该设备的 好 接着假定到了第一年年末的时候 根据该设备在第一年下半年的实际产能 确定租金 每年租金是一百万元 好 那么在租赁期开始 假公司无法确定租赁内含利率 所以增量借款率是6% 该设备在租赁期开始 预计剩余使用年限11年 注意11啊 为什么那个11 老师不都10年啊 什么20年什么 你怎么那个11 我这有讲究 我这有讲究 11年按执监法对使用权资产提及折救 残制未定 以致复利限制系 全是复利的 那么编制各年的相关会计分路 好 下面我们来看答案 在租赁期开始 由于未来租金尚不确定 因此假公司的租赁负债金额0 因为租赁付款额是0 折完线还是0 到了第一年年末的时候啊 那么租金潜在可变性消除了 成为实质性的固定付款额了 因此假公司应该基于变动后的租赁付款额 重新计量租赁负债 第一年年末就要计算 那么折限率呢是不变的 原来没有纳入到租赁付款额 现在就要纳入了 用6%不变的折限率折限去 好 分路 21年相关分路 第一年租金 在租赁期开始不知道 第一年年末才知道 所以是可变的 可变我说过了 发生是直接寄入当机水 是吧 直接寄入当机水 所以借制造费用 代价值什么 凭什么走制造费用 我租的设备 别忘了租的设备 设备的话 那么应该是寄入到制造费用 所以来看100万 所以这100万 我们确定了啊 100万 这100万是属于可变租金 所以寄入制造费用 好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后续年度需要支付的租赁付款额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看好了 第三年开始 每年租金的上年的基础上 那么上年也就是说 这道题呢 这第一年和第二年是一样的 对吧 好 那么都是100万 那么在这个技术上 按照稳定的 百分之五的增长率计算得出 所以看好了 那么第一年年末 算后面四年的话 那么第二年 100万 第三年100万 乘以 1.05 1.05 有1加5% 对吧 这是第二年 第四年呢 是100 乘以 两个 1.05 第五年呢 是100 乘以 三个 1.05 然后再单独加上个10万 购买价格 行权价格 10万 算出441.01 就这么一问题 这个前面讲过这一集了 有了租赁付款额 后面再折线去 好 再接着看 租赁付款额 在第一年年末限制 非常麻烦 这个数我摁了很多很多遍 摁了很多很多遍 拿起37N 那么算出了结果 最后算出的是 这个数 379.97 就这数了 我最早算出379.98 那现在又过 他们过算出379.97 就这数了 那么来看一下 第一个 是100万 乘以 负利限制 系数6%的增量借款 立于一年期的 第三年 是1.05 乘以 负利的是 百分之六 两年期的负利限制系数 那么以此类推 是100 乘以 两个1.05 再长以 三年 那个三年期的 百分之六 负利限制系数 最后这个呢 是100 乘以三个 三个1.05 再单独 加上10万 再长以 四年期的 负利限制系数 那么算出 379.97 自研资算计识 分录 借记使用权资产 379.97 什么问题吧 代记租赁负债 二级科姆 租赁付款额 就刚才前面算出 441.01 差额到几 出来借租赁负债 二级科姆 未去融资费用 未去融资费用 61.04 好 这是第一 第二 二年末支付 租赁付款额 贪消 来吧 支付的时候 那么100 借记已经纳入 租赁付款额中了 借记租赁负债 二级科姆 租赁付款额 代租赁付款 这是年末支付的 然后他就叫 借财务费用 代记租赁负债 那么这个金额 什么金额呢 不就是这笔分录 这金额吗 也就是 租赁付款额 减掉 未穷资费用 就是这个限值 379.97 就是那个限值 379.97 乘以6% 算出22.8 借财务费用 代记租赁负债 二级科姆 未穷资费用 然后提一辙就 借制造费用 代记使用权资 累计辙就十年 十年期的 那我为什么 怎么十年期 不十一年吗 379.97 这也没问题了 使用权资 你不是十一年吗 我怎么充实 我错了吗 我没错 我为什么没错 因为 的确 尚格使用年限 是十一年 但第一年 你没有借使用权资产 你第一年 没有借使用权资产 你第一年 可变租金 直接进入制造费用了 所以他没有形成资产 就没有折救 后面十年 才形成使用权资产 所以这块 出十年 出十年 所以我进位了 38了 我进位了 38了 借制造费用 代记使用权资产 累计折救38 第三 二十三年末 接着看 借记租资负债 二级科目 租资款额 带一行存款是 那一百常 一点零五 是一百零五 好 然后呢 第二个 贪消 借财务费用 代记 借财务费债 租资费债 二级科目 未全资费用 那么金额 是用最早的限制 减掉 第一年支付了一个 一百 然后再加上 第一年 贪消了一个 二十二点八 贪消一个二十二点八 换一种方法 再长以 内含利率 或者增量借款率 百分之六 这道题增量 百分之六 算出十八点一七 然后下面再提折救 还是借制造费用 代记使用权 资产累计折救 三十八 好 二十四 二十四年末 接着借记租资费债 二级科目 租资费款额 代赢 银行送款 银行送款 金额一百万 乘以两个 一点零五 算出 110.25 然后接着摊交 借财务费用 代记租资费债 那么这个金额是 最早的金额 三七 九点九七 减掉 那么一个是一百 支付一百 又支付一百零五 然后后面两个摊交 看见到两个摊交 一个是二十二点八 一个十八点一七 加 一个来吧 在最早的 那个折线的限制计算 来进行计算 减掉支付的金额 加上那个摊交金额 在场百分之六 算出十二点九六 借财务费用 代记租资贷债 二级科目 为穷资费用 十二点九六 好 记地折旧的时候 借制造费用 代使用权 累计折旧 还是三十八 五 二五年末支付 借记租资贷债 二级科目 租资贷款额 代银行存款 一百万 乘以 三个 一点零五 算出 一一五五点七六 好 摊交 借财务费用 代记租资贷债 二级科目 为穷资费用 那么最后一年 倒计 倒计 用全部的 这个为穷资费用 减掉第一年弹销 第二年弹销 第三年弹销 倒计出 后面这一年 倒计出 后面这一年 所以 算出了 七点一 借财务费用 代租资贷债 二级科目 为穷资费用 那么此时此刻 看好了 我给你列个明细科目 租资贷债 二级科目 租资贷款额 科目的余额 还剩十万 这十万 就行权价格 十万 最早的金额 441.01 减掉 各年支付的 支付100 支付105 支付110.25 又支付115.76 那么余额上十万 而租资贷债 二级科目 为穷资费用 一定摊销到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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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后面 最后还得接着踢折就 还有接着提到 借制造费用 待计使用权资产 累计折就 好 讲到这儿 有些人提出问题 肯定有些人提出 老师不对 老师 你前面说11年 你后来你说这一块 第一年你没有 借使用权资产 你按10年提了折就 对吧 老师你租赁期 你租赁期多长时间 你租赁期不是5年吗 对 租赁期是5年 那我错了 我没错 因为我后面要行券 要花钱买回来 这东西最终算我的 这折就后面还会讲到 这个最终还是算我 都是我的了 因此我在整个使用期间内提折就 所以10年 你知道吗 所以我前面给你卖一个关子 没有讲 所以我前面为什么等个11年 因为第一年没有借使用权资产 没有提折就问题 因为是可变足精 所以我按10年提 按10年提 问题是租赁期借满 我有所有权了吗 我获得所有权了 既然获得所有权 我应该在全部的使用年限内提折就 最除的是10 就明白了吗 好了 这就到这了 那么开始了 我该行权 该买回来 带银行存款 10万 对吧 那么借故丁资 这个金额是什么 倒挤出来的 不知道多少钱不管的 借使用权资产累计折 有38长一4年 你不成4年吗 对吧 第一年不没有吗 又提了4年折就吗 借记租赁负债 二级科目租赁付款额10万 正常剩个10万 带使用权资产前面379.97 差额倒挤出来27.97借户顶散的事 这个题目是我今天新编的一个题目 一个完完整整的题目 比书上题要难点 好 这是第一种情况 涉及到租赁负债要重新计量 第二个 担保余值预计的应付的金额发生变动 那么折限率还是不变的 好 在租赁期开始 城主人应该对其担保余值下的预计 支付的金额进行估计 也就是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还要考虑估计 变动不变动 该金额发生变动 城主人应当按照 变动后 租赁付款额的限制 重新计量租赁负债 然后采用折限率是不变的 折限率是不变的 好 看一个快速回答 城主人甲公司和乙公司签订一项汽车租赁合同 前面讲过 待会儿又变了 租期五年 合同中就担保余值规定 标的汽车在租赁期结束时 供引价不能低于十万 如果低于十万 我补钱 补多少钱 甲公司向乙公司支付十万元与汽车供引价之间的差额 因此最大产口就十万了 对吧 好 那么在租赁期开始的时候 甲公司预计标的汽车在租赁期结束的时候 供引价也是十万 所以租赁期开始 甲公司预计担保余值下应支付的机会是零 因此甲公司在计算租赁负债时 那么与担保余值相关的付款额也是零 这都没问题了 跟我前面不一样了 那么现在变了 租赁期开始日后 假定第一年年末的时候 第二年第三年都可以 甲公司预计该汽车在租赁期结束时 供引价变了 不是十万了 变7.5万了 变7.5万 我得给人钱 赔人钱赔多少钱 我得赔这十万减掉一个7.5 赔他们俩的差 对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担保余值发生变动情况下 寄入不寄入租赁付款额 折不折现去 当然要寄了 当然要折了 所以甲公司应该将担保余值下 预计应付的金额2.5 纳入租赁付款额 但使用折现率是不变的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2.5叫纳入租赁付款额 但折现的时候 听大家啊 折现用的是 负利限值系数 用的是负利限值系数 因为他到期的时候 到期才需要支付 用了负利限值系数就可以了 知道就可以了 好 这是第二个内容 了解 13要掌握 那么第二个 因为书上没有举什么例题 134都得掌握 特别是第四个 特别是第四个 好 先看三 用于确定租赁付款额的指数 或比率变动了 比如说央行的基准利率变了 或者说什么呢 或者说是什么指数变了 比如CPI指数变了 等等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折现率变不变 折现率变不变 那么如果银行利率变了 银行利率变 比如浮动利率变了 则折现率变 除此之外 折现率不变 所以既就央行的利率要变了 我们的折现率肯定要变 那么CPI指数变了 我们不变 除此之外 折现率不变 好 下面来看第一种情况 在租赁期开始之后 由于浮动利率 就浮动利率是银行利率 浮动利率变动 而导致未来租赁付款额 发生变动的 那么程族人应该按照 变动后的租赁付款额的 限制重新计量租赁付贷 换句话来讲 多给钱了 肯定要多给钱了 对吧 一般都是多给钱了 原来租金假定100万 现在可能变成110了 多给钱了 对吧 在这种情况下 程族人应当反映 利率变动的修丁后的 一定要有修丁后的 折现率重新折现 重新折现 原来年租金100万 现在变成110了 那么这时候 注意啊 现金流变了嘛 因此我要重新折现 用什么 那个折现率 用修丁后的 这第一种情况啊 第二种情况 租赁期开始之后 由于确定租赁付款额 指数或比率 但是银行率变动出来啊 而导致未来租赁付款额 发生变动的 那么程族人也要按照 变动后的租赁付款额 也要重新计量租赁付款额 变动生效时 成族人才需要重新计量 租赁付款额 以反映变动后的租赁付款额 所以说原来啊 比如说原来啊 CPI指数 当时CPI指数 假定是100 还记得我前面讲的数吧 100啊 那么100情况 当时的租金 我们定的是1000 那么现在不是这数了 现在那么 那么假定CPI指数 涨到108了 那么这个租金是不是得变 我得给人租金 是不是得变 肯定得变 是不是现金流变了 是现金流变了 那么像这种情况 用折现率是不变的 因为现金流变了 对吧 而上面第一种情况 银行利率变了 银行利率变了 比如说银行利率变以后 那么假定说 假定说通胀造成的啊 那么原来假定 年租金是100万 按当时的那个 央行的基准率算成 现在央行基准调整了 那每年是100亿了 每年得给100亿 那没办法啊 通胀了怎么办啊 你得给我100亿 那么现金流变了吗 变了 那么这种情况 也要冲击啊 但是折现率变吗 变了 就这么一个问题啊 所以以反应 变东后租赁付款额 所以常住人 应基于变东后的 合同付款额 确定剩余租赁期间内的 租赁付款额 好 我们接着看例题 还是综合题 沿用上面 郑保公司资料 前面讲过这题了啊 我再加点资料 可总规定 租赁付款额 在租赁期开始后 那么后面啊 每两年 基于过去24个月 消费者价格指数 上涨经调整 下跌不调就上涨 你看见了吗 15中很多情况都这样 上涨调啊 上涨来进行上调 那么这个条什么 同比例 同方向 什么之类的啊 好 那么租赁期开始 消费者价格指数 还记得吧 我订了100 现实中不是100啊 现实中不是100 我是为了个凑点啊 那好说 好讲课 好 当时是100 正宝公司初始计量负债的时候 那么是基于租赁期开始 消费者价格指数100 来确定了租赁付款额 对吧 当时租赁付款还记得不 1000对吧 那么以后变 再说以后 在租赁期开始先不理他 所以租赁期开始 是1000万元的租赁付款额 来作为基础计量租赁付债 好现在变了 到了过去两年 23年年初的时候 第三年年初的时候 消费者价格指数变成108了 变成108了 看见了吗 变成108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要多给钱了 原来1000 现在给不了1000了 多给了啊 好 那么折现率 仍然用原折现率5% 还是租赁 这不是银行利率变了 CPI变了啊 好 首先第一 已知23年年初 也就是第三年年初 第二年年末的时候啊 租赁负债余额这个数 这是6786.37 怎么来的 三种算法 我都教大家 第一种算法 见表格 见表 表中有吗 有 6786.37 第二年年末的啊 6786.37 第二年年末 或第三年年初的 或第三年年初的 6786.37 这是第一种算法 第二种算法 第二种算法 第二种算法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过去两年 剩八年 剩八年 对吧 剩八年的话 那么由于是年初支付 没有利息1000万 再接着加上1000 成PA 年金限值 有57%年 合在一起8年 对吧 算出也能算出 6786.37 选一个吧 那么这可以吗 第三种方法 还可以这么算啊 那么用的是 9000 不年初支付了吗 对吧 9000 1000乘以97 还记得吧 那么减掉支付了 一个1000 这不是第几年了 第二年了吗 第二年支付了 然后减掉夸号 最早的为 全融资费用 1892.18 减掉第一年 摊销的355.39 减掉第二年 摊销 323.16 算出6786.37 三种方法都一样 我为了凑这三种方法的数一样 我为什么给的那个年金限值系 我给的小数的后面5位 我为什么给的5位吧 我是5位吧 我就是为了让三种方法结果是一样的 就为了让三种方法结果一样 你知道吗 考试是给不到5位 一般都会给4位或者2位 一般都给4位 好 负债的余额有了 接着看这样 经消费者价格指数调整后 第三年的租赁付款额是1080 1080 涨了 涨了80万 涨了80万 所以1000乘以108 除100 什么意思 看不懂老师 看不懂 十字相成会吗 十字相成会吗 消费者价格指数 原来100的情况下 100情况下 我租金是1000 我现在消费者价格指数108 我给多少钱 X十字相成 十字相成 那么十字相成 算出来不就是1080吗 所以每年租金多了80万 每年租金多了80万 三 那么应在第三年年初的时候 第三年年初的时候 重新计量租赁付债 因为第三年年初 我支付 以反应变多后的租赁付款额 所以每年以1080万元的租赁付款额 还剩下8笔为基础 重新计量 所以每年的租金是1080 那么这个租赁付款额 按照不变的折现率 5%重新折现去 所以23年初 重新计量的租赁付债是 好 年初支付1080没利息 再接着加上1080乘以P 利率不业 还是5% 还剩7年 那么算出7329.28 重新计量是7329.28 第四 甲公司的租赁付债将增加多少 重新计量租赁付债是7329.28 减掉原来的负债 原来账上金额是6786.37 两亿减多出了542.91 怎么办 调增账面价值呗 借使用权资产 542.91 542.91 代计租赁付债 二级科普租赁付款额 是8年多了 每年80万 1080不多了 那一千在账上就有了 所以8年长以80万是8864 差额倒挤出来 借记租赁付债二级科普 为全资费用 是97.09 代租赁付债二级科普 租赁付款额是640 好 这才是处理方法 这是处理方法 好 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 重新计量 那么一二三四 用四种情况 第四种情况 难就难得是第四这了 租赁期开始后 三权的变动 购买选择权 续租选择权 终止租赁权 选择权的评估结果 和实际行权时发生变化 就你和你原来想的不一样了 变了 原来想买货了不买了 原来想续租先不租了 原来想终止先不终止了 反正全是变的 总而言之 三权的变动 记住 折现率 全都给我变 全都变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表格 那么这三权就是 续租选择权 什么终止租赁选择权 购买选择权 三权变动 条件 发生成组 可控范围内的 可控范围的重大事件 或变化 那么一定是 我能可控的 范围发生变化了 那么对变动后的 租赁付款额 要重新折现 以重新计量的 租赁负债 为基础 对原账面价 进调整 所以这里一定谈的 可控范围 比如说举个例子 什么叫可控 我自己能决定了的 我自己能决定 原来我不租 原来我不打算续租 原来不打算续租 我现在 我打算续租了 变了吗变了 或者原来我 我打算啊 是续租 不买 现在打算买了 这些事都我自己能控 是我自己能决定的 不受外界因素影响 我原来打算讲续租 你知道吗 原来打算续租 然后不打算买 到了多少多少年以后 不行 我得变了 我得变了 我不想续租了 我想买了 也值了 这东西太值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那么要看资料怎么给了 是不是可控范围内的 我们所强调的可控范围 是我能控制了的 你控制不了的不可控 你看下面这个 物价上涨了 就是不可控范围的 你知道吗 房价上涨是我控制不了的 这种情况下 如果是单独的一个因素 考试单独一个因素 房价上涨了 我行权了 原来我不打算行权 我买 现在我打算行权 这种情况 就是不可控范围的 因此 虽然该事件导致选择权发生变化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记住 一定不需要重新计量 这个不需要 你又等行权就完了 等行权去买就完了 但不需要重新计量 不需要重新计量 一定要看好了 这个资料怎么给的 可控范围 我能控制了它 我不想什么 我不想忙 我想租 可以吗 原来我在这租期五年 续租选择 当时没选择 我现在想选择 这都是我能控制的 但房价上涨我控制不了 那我控制不了 好 下面我们来看例题 还是沿用正把公司资料 21年1月号 成租人正把公司 就某栋建筑三个楼层 还是以出租人乙公司签订 十年期的租赁协议 还记得吧 同时还有五年期的续租选择权 还记得提吧 在租赁期开始 郑保公司评估认为 不能合理确定将行使续租选择权 所以当时呢不想续租 不想续租 所以租期当时就定为十年了 就定为十年 好 其他资料 同上不再说了 到了第五年第六年的时候 那么郑保公司业务 显著增长了 其日益壮大人员 规模意味着需要扩租办公楼 扩租办公楼 这都没毛影 啊 这我自己能决定了 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成本 第六年年末 等会了啊 第六年年末的时候 还剩几年 第六年年末 还剩四年吧 还剩四年 还剩四年 啊 就到期了啊 这这合同到期了啊 郑保公司 额外 签订一份 租期为八年的 在同一个办公楼内 在其他楼层的租赁合同 从什么起字 咱不管呢 这个字了很多在老问我 老师这个是 跟那题有什么 啥关系的 没什么太大关系 你记住我们一件事 没什么太大关系 但有有点什么关系啊 我原来的合同续租不续租 你琢磨琢磨这么一件事 还剩四年 四年到期了 四年到期我得走人 我得走人 但你别忘了 你现在重新签了合同 你重新签合同 在同一个楼里头 你又租了一个八年 你又租了一个八年 对吧 那么如果我第一个合同 那个四年到期我走人了 那么新租的合同 那么那八年的 我走我走哪去 我走哪去没地走 那怎么办啊 我得选择续租吧 我得选择续租吧 如果选择续租的 续租的五年 我得选择吧 那么这俩家在九年 那么九年后 那么这个只要八年 差不多了 就差不多了 我们俩一块走 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个单位 同一个单位 同一个单位 如果不在同一个楼里办公 你就多费劲 多费劲 那么一个办公在那边办公区 一个办公区在十里之外 八里之外 你说累不累啊 累吧 肯定累啊 所以在这种 我能不能控制了 我能控制了 我可控的吧 也就是说这个续租选择权 原来没打算续租 到了第六年年末的时候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五年的续租选择权 我选不选 我肯定选 至于这个合同 另外一合同 跟我们提没关系啊 跟我们提没关系啊 接着要看 无法确定 剩余租赁期内含利率 所以第六年年末的 增量借款利率 变成4.5%了 变成4.5%了 以至下面的这个系数 以至下面的系数啊 要求 判断正宝是否合理确定 将行使现有租赁合同下 和原内含都没关系啊 跟内含好多选老公 内含都怎么办呀 你管他呢 对吧 将行使现有租赁合同下的 续租选择权 选不选了 变不变了 计算第六年年末 城主人正宝公司 重新计量租赁负债金额 编分路 来吧 第一 可以合理确定 正宝公司将行使现有租赁合同下的 续租选择权的五年 我要选择了 理由 将扩租的人员 安排到同一个办公楼 这其他楼层决定 是我正宝公司可控范围的 我能控制了的 并影响是否合理确定 将行使现有租赁合同下的 续租选择权的五年 这我能控制了的 那么如果说在其他办公楼 租入这个一个类似的楼层 正宝公司会产生额外费用 你想想 一部人在这个楼 一部人八里外 在另外一个楼 办公 你说方便吗 肯定不方便 肯定不方便 对吧 会产生额外费用 因为 其人员将处于两个楼 不同的办公楼当中 而将全部人搬迁到 其他办公楼费用 可能会更高 所以在第六年年末的时候 如果要不租到 我要搬走 搬到另外 那成本更大 所以到第六年年末的时候 正宝公司重新评估认为 可以合理确定 将行使现有租赁合同下的 续租选择权 那五年我要选择了 因此租赁期有十年 变更为十五年了 好 第二 正宝公司应当按照 修订后就三权变断 三权变断 断修订后的 修订后的折迁率 对变东后的租赁付款额 经折迁 圈一 第六年年末 第六年年末 那么对租赁变更进行 快处理之前 长租人 郑保公司资料如下 第一个 租赁负债的余额是3723.4 这数自己算起 两种算法 三种算都可以 你查前面表格也可以 前面有表格 或者我们用最简化的方法算 一千 一千 这是每年年出支付 再接着加上 不剩四年吗 剩四年 这一千是没有利息的 再加上一千 年金长以P 原来利率 就原来利率百分之五 三年期 合在一起四年 对吧 那么算 这样算出来金额呢 也能算出 都能算出 3723.4 好 负债的账面余额有了 好 第二 程总人 郑保公司 按照以下金额 重新计量 租赁负债 那么剩余 租赁付款额 四年的 还有一千万 这个不便 没问题吧 还有随后五年的付款额 还有一千一 前面给过一千一了 但是要注意啊 那么这两个重新计量 都得按照修丁号的折限率 百分之四点五来经折限 所以到第六年年末的时候 甲公司重新评估 那么这个续租选择权 那么要行驶的话 就变成十五年了 整个啊 整个租赁 就十年加五年 十五年 那么还剩多少 剩九年 还剩九年九比 你琢磨琢磨 对吧 剩下四年 再加上一个 续租选择权五年 这俩加在一起 不是九年吗 所以还剩九比 九比 然后用修丁后的折限率 折限 那么由于每年年初 支付租金 其结果是按照 每年年初的 年初的 那么这个支付了 租金计算 重新计量金额 难了 这个太难了 这个很多看不懂 看不懂 来吧 首先我们先算 剩下的那四年 所以一千 还是一千 加上一个一千 长一批 新的折限率 百分之四点五 三年 这个四年完事了 那么这四年 剩下四年完事 再接着加上 再接着加上 那么续租选择 每年租金是一千 一乘以 新的利益 百分之四点五 还五年 续租选择下五年 再 再接着往前折 再往前 再成个负利限制系数 再成个负利限 往前折 是 PF四点五 三年期 往前再折三年 往前再折三年 算出 7980.59 就这个内容 看不懂 看不懂 看这张图 看两个图 看好了 我们现在 十点是 第七年年初 第六年年末 不第七年初了吗 还剩四年 对吧 还剩四年 对吧 好了 那么注意的问题 那么在这块 十年了 后面续租选择 全是五年 后面续租选择 全五年 那么这五年看 是一千一 一千一 乘以的是年金限制 就是四点五 是五年期 对吧 那么这时候 看好了 都是折到这个点的 都是折到这个点 所以来看啊 看那句话啊 续租的五年 每年年初 需要支付金额一千一 一共是五年 所以选择 是五年期 按照折协率 百分之四点五 的年金限制系数 这一千一 乘以PF四点五年期的 计算得出的 折现到 第十年年初 这个点 的限制 那么我现在 要站在第七年年初 站在第七年年初 我要计算 所以再把这个数 再往前 往前再给我折 折三年 所以再乘以三年的 负利限制系数 所以这块呢 是两个 再乘以负利限制系数 知道了吗 再往前折三年 再往前看 所以这个内容是两个 一个是算出了 算出了什么 这个点的限制 那么在这呢 P 然后再往前折三年 成的是什么 成的是负利限制系数 往前折三年 负利限制系数 好 这是我们所讲的 就这个图 给大家讲了一下 所以我想再回过 再说一下 回过头再说一下 重新计量这个内容 从考试角 可以考 但有点偏难 但是我还得说 因为这是难点 我们再来一遍 首先我们先算 剩下的四年 不用九年期吗 不用九年期吗 九笔吗 再复数一遍 不剩下九年吗 所以剩下九年 那么 那么原合同是一千 加上一千 常以年金限制系数 PA4.5 新的利率三年 那么这合在一起 四年 这第一个啊 再加上 叙速选择权那五年的 是一千一 这一千一 常以年金限制系数 新的利率 百分之四点五 那么这是五年期的 然后再常以 复利线再往前折 三年 所以PF4.5 三年期 再往前折 7980.59 就是这个数 这个数算出 再往前折一下 所以一千一 常的是PA4.5 年利率 然后呢是五 算到这个点 算到是第十年 这个点 然后再往前折 好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遍 这个内容啊 再来看一遍 这块不特难吗 我记得在面上 我讲了三遍 讲了三遍 才懂得 后来最后第二 第二次讲 又讲了一遍 又才慢慢的理解 很多人没有许过 查五官里 就麻烦了 所以看啊 续租 续租五年 每年年出 支付一千一 一共是五年 所以选择五年期的 五年期的啊 折线率是 百分之四点五的 年金限制系数 所以一千一 常以PA 百分之四点五的 五年期计算 得出来的 折线到 第十年的 年初的 这个点的限制 对吧 然后呢 那么现在 我们站在 第七年年初计算 所以还需要 把第十年年初的 这一千一的 这个限制 再往前 啊 折三年 所以在场 以三年的 复利限制系数 明白了吗 好了 讲两遍 就聊一次啊 第三 租赁负债增加额 重新计量的是 7980.59 减掉之前账上 已有金额 3723.4 差额 就是重新计量的金额 4257.35 然后程度人 对使用权资产 还得做相调整啊 所以借记使用权资产 是4257.35 代记租赁负债 二级科目 租赁负款额 是一千一乘以五年 前面那个 四年已经占很有了 乘以五年 是五千五 差额倒挤出来 借记租赁负债 二级科目 为穷资费用 是一二四二点六五 所以代的租赁负款额 租赁负债 二级科目 租赁负款额 那么是这个一千一 还没入账的 乘以五年的啊 这个题就算完事了 那么往后 以后怎么办 以后怎么办 以后我们要摊销啊 摊销的时候 就是重新计量 7980.59 以此为基础 以此为7980.59 重新计量 以此为基础 那么我们来进行计量 按新的啊 那个利率 4.5%来进行计算 那么这个我不用再解 这个图可以自己来看 不再这样啊 不再讲了 好 所以你来看一下这个表格啊 所以这个表格当中 这个一千一千一千 这是看好了吗 四个一千 后面五个 一千一 五个一千一 五个一千一 最后余额一定零啊 最后余额一定是摊掉了啊 一定摊掉了啊 所以摊掉以后就能为穷资费用摊掉了啊 为穷资费用摊掉了就可以了啊 好 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内容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